欢迎来到丹能锋利虚拟实境离岸风场之旅 我们即将前往位在丹麦诸特兰东岸 也是丹麦最大的离岸风场Enhold 请再次确认您的VR头套佩戴舒适并且稳固 以确保您能享受最棒的体验 每个人的眼睛及脸部轮廓都大不相同 一刚开始觉得部分影像有些微重叠是正常的现象 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咯 请浏览一下四周 现在您来到了安全训练中心 其实在实际工作场所中 只要任何人要进入离岸风机 都必须先通过围棋一周的安全课程 并且也要学会如何使用防寒潜水衣 救生艇以及逃生器材等 还有学会如何让自己以及同事 从湿式掉入海里的直升机中逃生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只让透过特殊训练的风机工程师进入风机 幸好有了虚拟实境 我们能透过尖端影像技术 带给您如同清零现场的体验 也许您会觉得有点头晕 如果真有这种反应 请坐下或扶好 如果还是感到不适 可以摘下VR头套 准备好了吗? 很好 我们出发吧 现在您就一起跟着我们的工作船 出发到离岸约15公里的丹麦恩后离岸风场 您目前看见的只是恩后风场中的一小部分 整座风场共有111座离岸风机 寒瓜面积超过了12000个足球场 丹麦恩后离岸风场生产的绿色能源 每年可供应超过40万户丹麦家庭使用 这也是我们从石化能源转型到绿色能源的关键一步 10年前绿色能源发电仅占15% 其他都来自石化燃料 现在绿色能源的占比已经超过一半 过去十年里丹麦减少超过50%的二氧化碳排放 我们也正在规划建立更多离岸风力电厂 为建立以绿能供电的世界做出贡献 先往上看 风机叶片直径约120公尺长 风机高度大约是141公尺 想象一下 这个高度大约是一般建筑物的50层楼高 然后往下看 风机的基座是一座大型的钢管结构 从目前所在位置到海平面大约是10公尺 需要大量的钢材把风机固定在海床上 我们一直努力要让基座更轻 减少钢材使用 同时也努力研发用更大更有效率的风机来生产更多电力 这样就有助于降低离岸风厂生产的绿能价格 我们的目标是让离岸风厂的电力成本 下降到比煤炭或天然气更低 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 2012年我们决定要让离岸风厂电力成本在2020年降低35%至40% 而我们比预定还提早了三年多就达成了目标 现在我们上到风机去享受更开阔的视野 很幸运的现在你有电梯可搭和必爬高达80公尺的楼梯 我们已经在丹麦德国以及英国外海设置超过1000只离岸风机 这意味着世界上每四座离岸风机里就有一座是丹麟风历建造的 到了2020年将会有1700万人享受由丹麟风历离岸风厂所产生的绿色能源 我们也开始在美国及亚洲探索建造离岸风厂的可能性 现在您已经来到风机的机舱内 也就是风机的机械室 设有包括齿轮箱以及发电机 现在我们将上方机舱门开启 让您可以移动到最高处欣赏 现在您已经来到了最高点 举目所见的最远处也可以看到风机 它们的排列方式经过特殊设计 尽可能地以最佳方式产出最多绿色能源 现在我会保持安静 把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您好好享受风机顶端上的美景 有点一种就是身体的整体 附近的东西 对您第一个有点 在美国的和谷子里边 在美国的和谷子里边 这些的和谷子里边 在美国的和谷子里边 最后一种达谷子里边 在美国的和谷子里边 在美国的和谷子里边 谢谢观赏 希望您享受这段旅程